在进行这个业务的时候 就是可能有一个比较小 就是有一个这个不留意的一个地方 工作人员靠在玻璃展示柜里签文件 手边就是故宫国宝翠玉白菜 距离只有三公分 只要稍微一个碰撞就可能毁了国宝 故宫主管却声称这只是一个小书师 专业精神由此可见 现在你的吴处长说 这个是相对安全跟小书师 你认同他的说法吗 还是你有纠正他的说法 前年的时候文物打破的时候 那个银带我们大家有看到 一个不剩 那个纸箱子就裂开打开了 所以就掉下来了 他来不及接另外一个 还没有打碎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去年12月故宫初见翠玉白菜等15件文物 到台南市美术馆展出 展期到3月初 就在点焦文物时出现这样的画面 蔡宗皇坦诚疏失但也解释 是因为国宝南下展览活动很成功 同仁太兴奋彩绘一时没注意 你们那两个才是最大的破口 三面全部都防务好了 你在这旁边就像清筷笔一样 2022年故宫清乾隆 青花花卉盘 明朝双龙小碗等三件文物被摔破 当时承诺要检讨 强化管理言有在耳 初见文物点交流程却还是疏忽 更被爆料南院库房 有清洁人员随意闯入 它是一个净空的库房 净空的库房的话 它做贵价的更新 所以因为里面都没有文物 真正进库的时候 厂商它更换了两名的 员工的名单 可是这个名单的话 它没有再次成合 蔡宗皇坦诚 当时是因为修缠作业库房 属于净空状态 为外由合约厂商进行清洁 但名单查核过程 还是不够严禁将提报陈处 新村徐卫 陈庄 这边前面报道